医院会出现灵异事件吗? 2016年7月7日,一位来自天津某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生,在乾坤楼野半鬼话中分享了他从事医疗行业七年间的种种奇异经历。 他坚称所述皆为亲身经历,非幻想所能涵盖。 初入行时,对于那些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现象,他持半信半疑态度。 然而,随着在医院岁月的增长,他不得不面对并亲历一些难以解释的怪事。 言归正传,让我们步入今日的故事篇章。 该医生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,毕业后即可投身于天津医家三级甲等医院。 辅医报道,他就耳闻医院里流传的各种奇弹与规矩,但在亲身经历之前,所有的故事对他而言仅仅停留在传闻阶段。 但随着时间推移,他发现那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说法,往往背后藏着真实的影子。 例如,医院里的医生若非重大缘由,通常不会主动调班,因为调班似乎总是伴随着病人出现紧急状况。 这几乎成了铁律,连当班护士也对此心知肚明。 每次换班前必先确认,一旦换班,便提前准备急救设备与药物,老资历的医生更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换班。 诸如此类的不成文规定还有许多。 当然,真正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也层出不穷。 医院的每个科室都设有一前一后两扇门,后门装有电子锁,若为锁紧。 护士站会持续发出警报。 一次夜班中,年轻的值班护士深夜唤醒了他,报告后门报警不断。 他检查发现后门紧闭无误,报警并未响起。 当他困惑地询问护士时,护士却声称,只要他回到护士站,警报即可启动。 他将信将疑地随同前往,果不其然,一踏入护士站,警报骤然响起,离开则即可停止。 无奈之下,他们只好将后门敞开一夜。 而这位护士在后续职业时,屡屡遇到同样情形,尤其在午夜后,其他人员当班则无此现象。 最终导致这位护士请假并辞职。 他的第一次奇异经历,与一名罹患肺癌的老年女性患者有关。 这位年与骨系的老太太由他主诊,每月接受化疗。 为保护患者情绪,他从未直接告知病情,而是与他的女儿沟通。 随着病情恶化,化疗效果不在,他建议居家保守治疗。 在老人生命最后的住院夜晚,恰好他当职,老人自知时日无多,询问病情。 他出于专业考量,安慰他即将好转,以免情绪波动影响生命质量。 深夜两点,被敲门声唤醒,他错以为是忽视求助,匆忙准备应对,却发现门外无人应答。 当门终于被打开,一股难以名状的恶臭扑面而来,幸亏他已佩戴口罩。 门外站立着一位着崭新黑色中山庄,脚踏亮皮鞋的老人。 整洁的外表与刺鼻的气味形成强烈反差。 老人面貌苍老,白发奇整,眼窝深陷,黑眼圈浓厚,脸部异常苍白。 他自称是那名肺癌患者的家属,询问病情。 医生在查找资料时察觉一样,询问其与患者的关系。 老人迟疑后称自己是家属,但从未在医院露面。 医生展示CT片,告知病情晚期,且无法治愈。 老人听后取下片子,眼中含泪。 在医生告知,最多还能维持一两个月时。 老人深深鞠躬,致谢后离去。 医生推测,此人或许是老人的旧时,未将病情告知于他,故而深夜来访。 此日,他将此时告知主任,却得知老人并非家属,而可能是老人年轻时的恋人。 更诡异的是,老太太的大女儿表示并无此亲戚,其父早已过世。 之后,老太太在老人取药后不久离世。 大女儿确认奈丸取药者所穿正是父亲离世时的衣物。 医生在收到女儿的信息后,试图联系她,却无回应。 直至半月后,得知老太太逝世当晚,有人将新药送至枕下。 大女儿出示一张老照片,照片中的男子与那业来访者相貌吻合,令医生不寒而栗。 故事至此,医生虽讲述了几件灵性事件,但多为道听徒说, 真实性有待商榷,故不在此相述。 每一次讲述,不仅是对奇异经历的回顾,也是对未知世界的探寻与反思。 在医学理性的光芒下,这些难以解释的现象,如同UV的烛火,照亮人性深处对未知的好奇与敬畏。 故事终了,留给读者诬陷遐想。 期待下一次的相聚,愿喜爱的朋友们多多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